今天呢,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想要在这个录像中呢,继续跟大家讲 今天早上大师开示的 揭示的一些 让我又有一些突破的认知的内容 今天早上呢 我们又播放了大师 在前两天给我们的开示 就是讲我们宇宙的 大师说呢 他不是在针对 爱因斯坦 而是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 所解释的 光的速度 以及时间呢,这些不是 持续的 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相对论呢 是不全面的 大师说呢 宇宙中唯一呢,持续的 这个呢 是 我们所有的 存在体 存在体 和意识源的 对于意识源的反射 也就是说呢 宇宙 意识源 是存在的 所有的 存在体 包括生物和石头 它们呢 都是 意识源的反射 reflection 所以呢 这个持续的反射呢 是 唯一的 持续的 这个反射呢 也就是我们的 aham 所谓的 aham 就是我的这个意思 我知道我的存在 也就是说呢 这个现象本身 它是持续的 这个现象的 存在的空间呢 是 它的维度呢 是空间这个维度 大师在开始中 讲呢 我们的 长宽身 以及时间 还有空间 这些维度 我们 持续的 存在的 这个现状呢 只能在 空间中 这个space 这个维度中 存在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对自己和 这个世界的认知呢 大师说 只是到了 时间这个维度 就长宽身 以及时间 还没有到 真正的 空间的 这个维度 所以呢 我们 如果能到了 空间这个维度 大师说 你就可以 完全的 知道自己的人生的 存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 宇宙万物的存在呢 都是意识源 所 创造的 我们所有 所有的存在呢 都是意识源的反射 当我们的 比如说人类 知道自己存在的 这个高度呢 大师说 我们生活的 看世界的深度 是会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呢 当我们看到 我们存在的空间 这个维度呢 大师说 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 做的一些 对自己的 永恒 存在有 负面意义的 一些事情呢 它的 决定的基础呢 只是 暂时的一个 情绪上的波动 这个是非常不值得 大家可以算一下 这个算术 所以呢 大师说 当你呢 能从这样的一个高度 在空间这个维度上 看到自己的时候呢 你自然而然的 就会做 就会知道自己人生 对自己人生的理解 就会有一个非常 深的改善 改变 做这样的 由于情绪起伏 所造成的 很大的影响 长久的这些决定的 错误决定的这些行为呢 就会没有了 大师自然而然的说 就会这样的行为呢 就会消失了 其实呢 听这个开示 我们也是 大师说呢 就是很多时候 他讲的一些内容呢 是超过我们的认知的 然后呢 就是希望我们 能把它的开示呢 至少这一段 能再听十遍 这样 所以呢 如果以后我们 继续的重播 这段开示呢 还是会再继续 跟大家翻译这样 中间有一段的 大师讲到 就是 时间到空间的区别 大师说呢 长度呢 是我们的认知 和逻辑 这个我们经常提到 空间呢 呃呃 长宽呢 宽 宽这个维度呢 是我们的创造力 和我们的 呃 情感 深度呢 是我们的认知 那么 时间呢 大师说是我们的记忆 从记忆呢 到从时间到空间呢 就是呃 从记忆到了知识 也就是说呢 当我们有意识的去 呃用记忆的时候呢 它就变成了知识 所有的知识呢 在没有呃 呃认知 认识 我们的意识的这个 支配的 使用的情况下呢 它都只是记忆而已 所以呢 这个是大师给我们讲的 呃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的 长宽深 呃 时间和空间 具体的概念 是什么样的意义 这样 呃 在这个 整个开示 大师结束的时候 又重新的跟大家 强调就是我们的存在呢 是意识源的反射 整个的宇宙呢 都是啊 都是我 只要是我的 不管它是有生命的 还是没生命的 即便是没生命的 其实也是有生命的 包括石头 都是宇宙意识源的 反射 所有的这一切呢 都是同一的 同源的 呃 所以呢 现在 我觉得就是 每天用这个 强有力的认知 来指导自己 呃 让自己的站在大师 给我们揭示的这个高度 来看自己的人生 在做一些人生的判断 和选择的时候呢 大家会有不同吗 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试验一下 呃 呃 用大师给我们的 这个开示呢 来指导自己 呃 让自己心中的 Paramashiva 我们是意识 意识源的反射 这个事实呢 开始苏醒过来 让我们真正的过 强有力的人生 这样 呃 在这个录像的最后呢 呃 呃 希望大家都能来到大师12月20号的 Paramashiva 这个最强大的 最终极的灵修的课程 项目 然后呢 来体验大师 给我们揭示的 以及未揭示的 所有的神奇的这些知识 包括体验 呃 想要参加的朋友 如果你 呃 还没有报名呢 还想要 呃 了解更多的情况 请你跟我联系 我会把我的邮箱 放在文字栏当中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天安 ndam